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节目由专注肠道健康 17年的香丹青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顶级合作伙伴 脂肪酸均衡的专利好游 金龙鱼1比1比1赞助播出 周末来淘宝清空购物车 打开手机淘宝搜索12345 进入到湖北卫视饮食养生会的 节目内容竞猜环节 最多可以领取9999元的 现金红包帮您清空购物车 那么今天我们的竞猜题目 是什么呢 挺好了 宝宝要等到牙齿都长出来后 再开始刷牙吗 一 是 二 不是 当然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 也欢迎大家关注 饮食养生会的官方微博微信 抖音之呼 就有更多的养生干货 分享给你了 现在的父母越来越重视孩子的营养状况 及身心健康 可是很多宝爸宝妈会忽略孩子的口腔保健 亦是还停留在等出了问题再去看牙医的状态 但其实儿童口腔健康至关重要 不仅会影响到孩子的发育 还会影响到孩子的性格 所以儿童口腔的健康问题 一定要防患于未然 是不是这个虫牙 其实跟这个糖分的摄入量 还是有一定有关系的 糖是导致虫牙的一个因素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涉及到 到底什么可以引起我们的虫牙 那么现在世界上公认的是四连因素学说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常特别熟悉的这个糖 糖 医学上也叫底物 这叫底物 主要指的是糖 那么我们导致虫牙的糖 最主要的是折糖 其他的糖比如说果糖 果糖 对 比如说淀粉 它是多糖 也会导致 但是都没有折糖厉害 那么第二个因素就是 我刚才说了 取齿它是一个细菌感染性的疾病 所以这个细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么这个细菌呢 我们主要的是变形练球菌 它会导致虫牙 所以它是一个主要的菌 那么我问过一些家长 他们一般都能说出这两个 说不好好刷牙会导致虫牙 那么刷牙就跟我们的这个细菌的去除是相关的 那么第三个因素 有的家长会说到遗传 那么就是我们的一个宿主因素 就是宿主因素主要是我们有一个易感的牙齿 易感的牙齿碰到细菌 碰到这个糖它就会第四个因素就是时间 这个就是现在公认的四连因素 那么主要是糖 细菌 易感的牙齿在有时间 这四个因素作用在一起 这个交集就会导致我们的虫牙 我知道了 其实这糖呢还是要少吃一点的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饮食方面 您跟我们大家说一说 我们为了保护我们的牙齿 防止取齿我们可以多吃点什么 我们牙医一般的还是鼓励家长给孩子均衡饮食 而不是说这个好我就一定要多吃这个 那么我们会把那些危险因素给控制下去 然后其他的大家均衡饮食 那么我刚才说了这个糖 它实际上是并不是糖块才叫糖 很多的隐性糖 所以我们一定要减少糖的入量和频率 尤其是折糖的入量和频率 入量大家很好理解 就是你看到特别甜的东西一定要少吃 这样的能够减少虫牙的发生 那么频率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你给他喝这一瓶奶 奶奶里也是含糖的 你就一次让他喝完 而不要分次去喝 比如说你又给他吃酸奶 又吃水果 又吃点心 又吃一些东西的话 吃的比较多的东西的话 一定集中到一起吃 降低吃东西的频率 因为你吃的越频繁 他可能就会增加他的虫牙的发生 也就是给小朋友要定时定点的吃 别养成那种随时吃东西的习惯 不要让孩子的嘴不听 那么为什么 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道理 就是一般的研究结果会显示 我们吃进来东西以后 它口腔内的PH值会迅速的降低 就产酸了 产酸以后PH值会迅速的降低 那么一般的在吃完东西半个小时 会恢复到正常水平 但是如果你还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 你又吃进去东西 它又不断地产酸 又吃又不断地产酸 你的口腔内一直处于一种低酸水平 就容易导致冲牙了 我觉得多吃点这个粗纤维 其实对牙齿是有好处的 是吗 对 粗纤维的食物 它本身就会给牙齿一个字节作用 而且会增加孩子的咀嚼力量 然后有助于他的牙核功能的发育 和面形的发育 现在的孩子吃的饮食结构变化以后 都吃得越来越软 那么经常核骨发育不够充分 那么小下核的人会比较多 牙齿拥挤的畸形也会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家长 要给孩子吃一定有咀嚼功能 咀嚼效率的这种东西的食物 看来这个孩子追着脸 不是健康的表现 这个宝宝是不是开始护理牙齿 是越早越好呀 对 那么早在可以在没有长牙之前 就可以进行口腔护理 没长牙之前 宝宝没牙 你怎么护理呢 所以我们提倡的是口腔护理 而并不是刷牙 口腔护理呢 比较简单的就是可以用这种干净的纱布 裹着手指 然后沾着清水去给它擦拭这些口腔 这样的呢 把口腔 因为口腔里面它也会有 比如说喝完奶剩下的奶汁啊 还有一些细菌啊 通过我们的这样擦拭就可以清除干净 既可以清除到口腔 然后另一点呢 为萌出心牙创造一些好的条件 然后呢 第三个呢 就是家长不断地去给孩子 孩子就会适应这种 别人动他嘴的这种情况 也为日后等孩子长牙了 你再给他进行护理的时候 这样的良好的进行奠定基础 那这样的话就是是喝奶之后 就必须要去这样的去按摩 或者这样的去擦拭 还是早上一次 晚上一次 一般的就是早晚两次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小宝宝 你发现他没有长牙之前呢 我们给他做这样的牙龈的按摩和护理 其实也是给宝宝从小就植入一个正确的观念 按摩牙龈的这个过程当中 也是家长在跟牙齿做交流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吧 对 然后呢他最 刚才我说了最早可以开始在 没有长牙之前 那么他最迟的时候 我们就要建议他长第一颗牙的时候 我们就要开始口腔护理了 长第一颗牙以后 我们可以继续用纱布去擦拭 因为那时候的牙是前牙 他没有什么窝钩 都是平面 所以继续用纱布擦拭也可以 好 我觉得其实对于任何一个 这个宝宝也好 成年人也好 预防总是大于治疗的 对 这句话是对的 对 我们要把这个预防工作做好了 其实宝宝以后就少受罪了 没错 宝宝刷牙年龄有讲究 这个小宝宝在没有养成这个刷牙的习惯之前 他是确实对刷牙这事是很抗拒的 很多家长一个人 比如说两个人他都hold不住 所以对于这些还没有养成刷牙习惯的小宝宝 您能不能有一些方法介绍给我们的家长 对 然后怎么能把这个小宝宝制住让他刷牙 比如说一个人能不能就制住一个宝宝给他刷牙 可以 像这个 这就是一个人的时候 怎么样的去控制这个宝宝四处蹬的这些手脚 他就可以平坐在这个垫子上 然后让这个宝宝平躺着 然后用他的腿去压住孩子的这个胳膊 然后这时候他的腿都没有关系 他动不了什么 这样身子也不会太扭动 然后这时候可以用一个手指去牵拉口脚 另一个手去负责去刷牙 这是如果你只有一个人刷牙的时候 可以采用这种姿势 那么如果你要是有两个人的时候 这个姿势叫吸对吸的姿势 就是两个人膝盖对着膝盖 然后这样面对面的坐着 然后这个人去抱着孩子 让他的面对面冲着孩子的脸 然后反躺在另外一个人的腿上 然后另外的一个人就是这样的 他会用一个手撑住口脚 另一个手去刷牙 这是两个人配合的情况下 把这个脚和手都把它控制住 而且妈妈如果握着宝宝的手的话 也会给宝宝安全 但是一般的时候 我们都会介意爸爸妈妈在刷牙的过程中 要不断地去跟孩子说话交流 分散他的注意力 对不让他觉得这是一个痛苦的强制性的过程 而是让他觉得跟做游戏似的这样的玩 三岁以内的小朋友 我们可以会建议家长选择这样两种 这种躺式的姿势来给孩子刷牙 那么在稍微大一点的孩子 我们还有一个刷牙的姿势 这个叫高低作为凳 就是大人去坐一个高一点的椅子 孩子坐一个地点的椅子 这样的躺在 靠在爸爸妈妈的腿上 然后爸爸妈妈可以这样的直视的过程中 一定要把嘴牙齿暴露出来 然后看着他去刷 而不要进行盲刷 那么我下面就教一下大家怎么样的去刷牙 刷牙 刷牙要刷三个面 外面 里面和这个养和面 那么刷的时候呢 我先教大家怎么用这种手动牙刷去刷 给小朋友 然后牙刷呢 45度角斜放到牙齿上 这个是90度 斜着45度 刷毛的这个末端 一定要抵到牙龈的位置 靠紧了 然后第二个动作一定要用点劲 第三个动作 这小圆圈的方法去刷 每个牙齿都要五六下 一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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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到中间 然后里侧也是45度斜放 贴到牙齦颈部 然后呢 加压 转圈 每个都五六下 我会建议家长用转圈的方法 一会我会告诉大家 为什么转圈会比较好 刷到前牙的时候改成上下 然后咬和面 前后刷 那么有很多的家长 就是怕伤到孩子 都特别轻的去刷 特别轻 实际上我们都建议 家长一定要加一点压力 中等力度 不要用暴力 但是也不能太轻 太轻是刷不干净的 那么刚才 洪阳刚才说了 说为什么要转圈 第一个好处 它是能够沿着牙颈部走 第二个好处呢 就是它是竖刷的一个连贯动作 第三个好处呢 就是你能够用上压力 这样的话刷的会比较干净 所以呢 对于孩子 外侧和里侧 我会建议家长选择这种 转圈的方法 但是咬和面 可以用前后的方法去刷 那么这是手动刷牙 也可以选用电动刷牙 对 电动刷牙的时候 这个刷毛也是要中等硬度 不能太软 对 然后刷的时候 也是要刷头大小跟年龄相匹配 刷的时候也是 45度角斜放 然后呢 你就不需要特殊的动作了 然后待够三秒钟 一颗牙 马上扶刷一下 然后再下一个牙齿 三秒钟 马上扶刷一下 也是一颗牙一颗牙刷外侧 有一个这样的抖腕的动作 然后里侧也是45度角 往上扶刷 往上扶刷 刷到里侧的前牙时候 立起来上下刷 一颗一颗地刷过来 然后咬和面前后刷 这个是关于电动牙刷 然后还有就是刷牙的时间 手动牙刷要刷三分钟 电动牙刷两分钟 好的 听完了江老师的这个讲述之后 我觉得所有的家长 可以打开淘宝 购置牙刷了 当然也提醒我们现在 正在收看节目的朋友 可以打开手机淘宝 搜索12345 就有机会抽取最高 9999元的现金红包 还可以搜索湖北卫视 进入湖北卫视淘宝城 就有更多的好货 等你来抢 你们其实就觉得 小朋友哭闹 你给他一个安抚奶嘴 他就停了 这个特别好 但是另外一派呢 就是说这个奶嘴不好借 借不掉 借不掉 老师您建议 要使用安抚奶嘴吗 安抚奶嘴确实 像你们刚才说过的 它有利有弊 那它的利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 就是它的好处 就是能够安抚 让孩子平静下来 所以它的安抚作用 是最主要的 那么安抚奶嘴呢 第二个好处呢 就是能够有效地降低 有一种叫做 新生儿猝死综合症 孩子含着安抚奶嘴的时候 他就不会趴着睡觉 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减少窒息的发生 然后呢 第二个呢 就是在含安抚奶嘴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一个 处于一个兴奋状态 就是它会警醒 一旦遇到不湿 它会醒过来 而不会造成那种 直系死亡 第三点呢 就是它能够预防口呼吸 它的嘴站着 它就用鼻呼吸 第四个好处 就是能够有效地 转移注意力 比如孩子正在 哭闹的过程中 你给他一个安抚奶嘴 它可能一下子 就安静下来 或者就转移 它的注意力 不再纠缠之前的 那种哭闹了 那么第五个好处 就是安抚奶嘴 跟吃手比起来 它更容易戒断 因为你在 安抚奶嘴的时候 它长不到了 它可能就戒断了 吃手的时候呢 你可以控制手 但是如果要是 作嘴唇的时候 你很难去控制 这个就特别难戒掉 其实我一直很纳闷啊 为什么需要 安抚奶嘴 咱们把这个奶瓶 这个瓶盖悬开 不就是上面 就有这个奶嘴了吗 普通的奶嘴 可能它会和外界去相通 会吸进去空气啊 什么的 哦 是有这方面的 对 就是安抚奶嘴 会更加的卫生 对 是这样 对 而且吸入太多的气体 也不好嘛 体内太多的气体 那从几岁开始 可以使用安抚奶嘴了 我刚才讲完例了 我们讲完B 大家就知道 该几岁开始 用安抚奶嘴比较好 它的B端就是 第一个 造成这种奶嘴的混淆 就是安抚奶嘴啊 和这个母乳啊 它有时候就区分不出来了 有的时候你在喂它母乳的时候 它就可能拒绝了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使用安抚奶嘴的时候 有研究表明 六个月的时候 使用安抚奶嘴的孩子 比不使用安抚奶嘴的孩子 感染的这个几率 要增加三分之一 用安抚奶嘴 跟耳部有什么关系 因为咱们的这个 可能是相通的 就是这个鼻咽腔和耳部 是相通的 使用安抚奶嘴 它的这个耳部感染的几率 就要会增加三分之一 比不使用 然后第三个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 造成一些咬合的问题 一般的我们 就是认为到一岁的时候 就要避免使用它了 最迟要到两岁 就一定要停止使用 但是到了这个一岁 该撤了 但是这就不好戒了呀 问题是 怎么戒呀 怎么能给这个宝宝 把这个安抚奶嘴给戒了呀 一种戒除的办法 就是这种 快刀斩的麻 速战速决 让他哭 直接拔 就没有了 然后呢 但是呢 我个人不是特别主张这样的 你一定不要让他有这种 失落感 而且最主要的 不要让他戒了一个习惯 又出现另一个习惯 比如说有人戒了安抚奶嘴 孩子把手又吃起来了 那么怎么样去戒除呢 就是 爸爸妈妈趁孩子不注意的时候 可以用剪刀 在那个安抚奶嘴的头 剪掉一点点 剪掉一点点 他在做的时候 他并没有感觉出来 然后第二天 就剪掉一点点 就剪掉一毫米左右 然后一天一天剪掉一些 没了 慢慢慢慢他就坐不住了 没有了 对就没有了 但是他到最后的时候 他实际上对那个安抚奶嘴 他因为坐不住 他已经没有那么 那么依赖他了 所以呢 他在一点一点的过程中 然后比如说到十天 你说哎呀 这个安抚奶嘴已经没有了 他送给了另一个小宝宝了 然后你要给孩子准备另一个小礼物 就让孩子的注意力到别处上面 这个方法挺好的 他可能就会戒除掉 这是最可爱的套路 我觉得戒这个吃手比戒安抚奶嘴难很多吧 对 确实是难 但是呢也不是没有办法 有几个小孩都是三四岁的时候到我那 我就会给他看一些图片 吃手会怎么怎么样 完了呢 我说你看你的手上 这又有个大茧子了 都不好看了 我说如果你再吃的话 这个就很严重了 就不好看 那么有一些阿姨可能就要给他做手术 把它去掉 要不到时候你上幼儿园 小朋友会笑话你的 就会疼了 然后呢你看 我又会给他看一些图片 你看这个小朋友他吃手 那嘴里面还要带一些那种 矫正的那种矫正器 我会给他看 你看嘴里还带一些钢的东西 到时候就你一张嘴 别人能看到就很难看了 我说那你能不能那个不吃手啊 如果你不吃手 叫阿姨就不让他们做这些东西给你 然后呢 经常会有家长回来以后告诉我 江大夫你说完了以后 我们家孩子一周就把吃手给接断了 他说他从出生到现在 吃了四年的手 到你这儿一个星期就停掉了 然后呢还有呢 就是有一种叫吃手水 就特别苦 但是他是从植物中 我估计可能是苦瓜之类的 就是他在吃的时候 他就忽然间就哭的时候 你一定就告诉他 哎呦你说妈妈来闻吧 哎呦那手怎么都这个味了 是不是你总吃的 哎呦可别吃了 你再吃就越来越苦 越来越臭了 不能再吃了 然后你就让他嫌弃 有一种嫌弃的感觉 他可能就不吃了 那么其中还有的家长 真是很聪明 他们会做这种 鼓励的这种计划表 然后呢他跟我说 孩子表现得特别好的时候 我会给一样 然后呢表现一般的 就是还可以的时候 会给一个小星星 那么他说这一个星期呢 只有第二天中午睡觉的时候 孩子吃了一下手指 然后呢我一提醒 他马上就拿出来了 然后那个家长还说 说其实孩子挺可怜的 他的手一直在他的嘴边去晃悠 然后呢 不敢伸进去 就是不放进去 然后呢那个我在说 说家一可说了啊 不能把手放到嘴里 他说没有没放嘴里 我只是觉得鼻子痒痒 他会有各种的借口 好可爱 对 本节目由专注肠道健康 17年的香丹青独家冠名播出 非常感谢今天江医生 跟我分享了那么多 儿童蛀牙的 这样的一些防护的知识啊 那接下来我们得 赶紧洗洗手吃饭了 要赶紧进入我们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健康厨房环节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谢天静 欢迎来到饮食养生会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健康厨房 今天咱们来吃什么呢 看看啊 这里是枸杞花生和木瓜 还有冰糖 这是一道花生木瓜枸杞汤 木瓜呢 咱们先沿着这个中间啊 给它来一刀 铺成两半 这样的话就会露出 这个全是籽这个部分啊 咱们用勺子或者用刀背 把它这个籽给挽走 好嘞 这个之后的木瓜呢 咱们把它切开 我们把它切成这样的小块 好 切成小块之后呢 专门拿一个碗 装起来 那好 咱们的木瓜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呢 咱们现在要把花生稍微炒制一下 把火打开 热锅 在锅里面倒入保证 每一餐脂肪酸均衡的 金融鱼1比1比1 用这个小锅 小火慢慢地把这个花生 给煎一下 把这个花生 让它变得酥脆啊 酥香 这边煎着花生米呢 这边咱们在锅里面啊 倒入清水 倒入清水之后 咱们把这个枸杞和冰糖 先下到下面去 来 花生米 咱们把油控掉啊 不要那么多的油 好 花生米也下锅 最后呢 当然就是咱们这个主角啊 木瓜 下锅一起 稍微焖煮一下 好 稍微焖煮个几分钟 咱们耐心等待 好 到这儿呢 我们的等待已经差不多结束了 我看看啊 嗯 非常的甜香啊 这个水果的甜香已经扑鼻而来了 来 咱们赶紧关火 把这个汤盛出来 这道非常适合夏天的 又补血又养颜的 花生木瓜枸杞汤 就做好了 咱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儿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本节目由专注肠道健康 17年的香丹青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顶级合作伙伴 脂肪酸均衡的专利好油 金龙鱼1比1比1 赞助播出 周末来淘宝清空购物车 打开手机淘宝搜索12345 进入到湖北卫视饮食养生会 节目内容竞猜环节 最多可以领取9999元的 现金红包 帮您清空购物车 那么今天我们的竞猜题目 是什么呢 挺好了 宝宝要等到牙齿都长出来后 再开始刷牙吗 一是二不是 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 也欢迎大家关注 饮食养生会的官方微博微信 抖音知乎 就有更多的养生干货 等你来拿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